因为柯爸爸最近发出病危通知 可是就说柯爸爸的病危通知 到底由谁来讲 那蔡碧如礼拜天受访的时候提到说 因为柯爸爸病危 然后也有人带了柯爸爸的病例 到狱中给柯文哲看 不过这个情况 民众党马上跳出来澄清 包括陈志涵打脸蔡碧如 甚至柯美兰也跳出来说 没有这就说 蔡碧如讲的是有错的 所以怎么变成网内互打 到底情况是怎么样 不过柯文哲后来我去探病 然后传闻说 有签了放弃急救苏 然后也讲了一句说 跟民进党有不共戴天之仇 这说得真的 你到底是在旁边吗 讲这句话很重 可是这些情节看起来 有一些真的情节 蛮像连续剧的 可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就是说包括邱佩玲的角色 还有包括橘子的角色 橘子到底有几个故事 从包括回国之后 现在要出国 现在从原本证人转为被告 到底情况是怎么样 还有包括网内互打的情况 博济 这个到底是怎么连续去啊 越远我觉得越精彩了 当然第一个就是说 今天的近周刊的内容啦 其实大概不拖 就是前几周的延续性的啦 那只是说把这个细节描绘得更清楚 比如说橘子的部分喔 你看他之前讲说八月他出境嘛 那因为他们民众党内有本来一堆人都说 他五月就出去了 对 那这一次 这一次金周刊跟上了 他就说五月就出去了 结果呢八月二十七回来 然后呢他说客文哲又叫他赶快出去 不管是不是原本就预定好要出国或怎么样 那至少跟前面我们得到的消息是搭在一起 就是说他五月确实有回来过嘛 就出去了嘛 然后呢他八月又回来 然后再又出去嘛 好 那不管今天橘子扮演什么角度 他现在是说已经改列洗钱被告 好那就看后续 第一个橘子这个人会不会回来嘛 那当然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于说 这个案情 就是说橘子他手上这个 到底有什么样关键的证据啦 试证啦 那如果他不回来 会不会影响这个案件的侦办 这个就是后续看 我认为检调他们现在应该说检联啦 检联他们现在办的这个卡关 就是卡在所谓的金流嘛 很明显啦 那你说像这个金主的名单喔 其实说穿了这些列出来又怎么样 列出来啊你要就算今天小省 真的那1500是钱 你要怎么证明这1500万跟金华 就是汇款 对是对价 关键在于这边 就是即便那1500真的是钱 你也知道说 比如说假设这些审讯金不认 柯文哲不认 那你要怎么证明 我觉得检联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这个 你就算证明出有一个这个档案里面 其实记载的都是钱 收啊 那其实以这些其他企业家 我认为这个当然基本上就是在破 柯文哲的心防啊 他主要是要讲说我告诉你啊 那你看那时候比如说什么 有一些什么媒体大亨啊或谁 陈寅柱啊把他这个曝光 那为什么有些人你没有曝光 当时在约谈的时候 是所以这也是选择性曝光啦 当然嘛 所以所以我说现在检联他们办案 他这个某种程度都是有一些这个策略在用啦 那这个策略在于说关键在于说最后起诉的内容 比如说如果只有图例 那违背职务行贿收贿这一块 这个才是大条的啦 那如果这一块检联没有办法掌握 真正具体的金流跟对价的话 我觉得就算柯文哲被起诉都还有机会在法庭工坊上面 扳回神 就是说彼此工坊还是有得看啦 但是如果比如说你真的能够掌握到金流的证据的话 对柯文哲就会非常不利喔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说其实这个蔡碧如讲这个什么 柯爸的这一块我觉得又有点开花 那个叫做其实它是一个支线 我们常讲我们在监索里面 那个如果你真的家人发生什么状况 要申请探视啊或申请 比如说如果是商事就是奔杀 借户啦 这个都有相关的规定可以依循啦 那上礼拜当然是从民众党的集会活动 他们的这个明代去上去讲说 柯爸现在住进加固病房啊怎么样 连柯文哲都还不知道 可是你从这个里面就知道 他是礼拜六讲的喔 结果事实证明柯文哲那时候已经看完了嘛 看完了 那就这个代表什么 这代表那个民众党的明代 他也不清楚详细的状况 因为那是家人的 那是家事嘛 那所以我觉得有些人他们就听到说 柯爸已经住进加固病房 他们不确定说柯文哲有没有去看的状况 他就说连看爸爸一面都看不到 我觉得这个难免会有那种 所谓的悲情诉求的效应 那关键就在于说 我觉得蔡碧如委员他 既然他现在是台中市府的市政顾问 他就不应该把这个事情 变得好像他的责任 他知道柯文哲去看过了就好了 你就说有看过 你不需要去加油添出去讲一些有的没的 比如说什么病例 说什么有朋友把病例拿给柯文哲先去看 说什么不要忘记柯文哲现在是什么 收押净见耶 你怎么可以跟朋友见面 你怎么还可以拿到这个 只能在台大医院里面的这个病例 所以这样的讲法 这个确实会让家伦感到困扰 因为我第一个就是如果没有 那蔡碧如那个就是加油添出造谣嘛 如果有 那家伦会愿意把这些事情曝光吗 不愿意吗 因为你这样会造成柯文哲困扰嘛 所以这个怎么讲都不对 那所以我说当柯美朗开始对蔡碧如放话 为什么还要请柯文转告蔡碧如 意思就是柯美朗根本不想撵蔡碧如了嘛 你看他那留言说请转告蔡碧如怎么样怎么样 我是不相信柯家人哦 一通电话没有办法联络到蔡碧如 当然可以啊 他跟柯文哲这么长久的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部署的关系哦 我只能说现阶段这些所谓的旁 旁枝的花絮 这个都叫花絮啦 不管他今天有没有去探视他的父亲 这个跟案情基本上没有太大关联 那可是呢这些却会被抢到大量的媒体版面 那这个对民众党反而是不利的 因为民众党变成是在内斗 内耗 那其实民众党现在这个 这个礼拜才有一个对他们来讲是好消息啊 什么好消息 就是游盈隆老师的民意基金会 那个政党支持度 停住了 上个月9月12% 这个月变12.6% 止血了啦 对 就是说停住了 那如果他在12%左右 如果以民意基金会 他们今年最高大概是18-19% 这个程度啦 就是说520之后 他们大概最高有到18% 结果呢掉到12%他就停下来 表示他大概只有掉三分之一 就是说以民意基金会的民调的系统里面 民众党的支持度 我必须讲哦 他在第三势里还是不可 不可小觑的啦 因为你基本上有10%以上的影响力 在政党还是很满强势 所以后续下一个关键就在于说 柯文哲被有没有被起诉 起诉的案情内容是怎么样 才会决定说柯文哲 这些所谓目前愿意挺柯文哲的小草 会不会改变态度 所以我想现在简联当然就是跟时间赛跑啦 因为现在也说要延压了嘛 目前周刊的报道说傾向要延压 那我们就看说如果再压两个月 那意思就是柯文哲要在台北刊务所跨年 那这个大概也就到明年1月初 如果起诉这个整个事件 把它做一个所谓的 检方的收尾的时候 会对政坛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我们就继续的看官司 是 原则委员你来看就说 他们现在用这些捐款USB的其他金主的证明 说围京小省一样也捐款1500万 可是1500万到底是不是 等于是进化城的对价关系 好像说A等于B B等于C A就等于C一样 要检掉来证明 检掉来玩数学游戏吗 那第二个 民众人党内护打 这个对民众党到底要怎么 就说现在民调看着在停损 可是后续为什么这种党内护打 都无法处理掉 第一个就是 因为检掉当时 他们现在是分开在办两个案子 一个案子就是金华城案 另外一个是政治现金案 但是办金华城的那个检方 检联掉了那么多 就是USB里面的这些企业家去 其实目的是为了要了解说 小省这1500到底是数字还是时间吗 主要是这样 如果其他有捐钱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表列出这13个人 其他12个人的数字 都跟他们捐献的金额符合的话 那依此推论说小省的1500就是金额嘛 但是即便是这样 那其他人为什么捐 你要一样类比啊 其他人可能是 就是纯粹就是给政治现金嘛 觉得民众党需要钱啊 所以捐给他 没有任何的对价关系啊 所以由此可知 就是其实小省捐这1500万 也不见得一定是有对价关系的 他也是有可能是 是就是纯粹就是捐政治现金 有可能嘛 除非是你另外还有找到证据 就是这1500万就是汇款 就是两个人可能有被录音到啊 就是你容金率如果给我的话呢 我就给你1500万 除非你有另外的证人或证据 其他人有讲嘛 猪牙虎或其他人有讲嘛 否则的话你这个表格 你只是证明说小省跟其他13个人一样 都有给钱就就如此而已嘛 那所以 检方我觉得还是 需要更多这个积极的证据 而且更何况那时候 靖中刚有一些数字那时候 那时候有时会也有 把它揪出来说不对嘛 譬如说 说什么2020年 本来报导说2020年 朱雅虎带的省庆金 然后去市长市找柯文哲 然后讲完之后呢 朱雅虎就说要给什么什么 217人211卸560 对不对 那是2020年 靖中刚刚讲的 但问题是2017年560就已经搞定了 怎么可能三年后 见了他之后再说要给 要给这个210 我觉得这个数字也都不笼 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这个连连看的部分 到时候大家看起诉书啦 有没有办法把它连起来 那民众党的内斗 就是常常的 永远都没有挺过啦 我真的永远都没有挺过 连续句嘛 以前就听说民众党里面有派系嘛 就是说比如说有夫人派啊 然后有夫人派就是家人派啦 什么柯妈妈派 蔡壁卢派 然后还有还有那个黄珊珊派嘛 对不对 现在搞不好多一个黄国昌派 我觉得这个就是民众党 他的政党的属性啦 那现在只是看得出来 这个家人派和蔡壁卢派 真的是非常的不好啦 真的非常不好 你看柯美兰 其实我有接触过他一次啦 之前有一期录影我遇过他 他这个其实跟你讲话就是还蛮很客气 然后很客气 然后讲话也都是用称赞的那种方式啊 这样子 因为那时候第一次见面嘛 但我没有想到他对蔡壁卢这么狠耶 直接说他没有资格加我们家的事情 而且是在群组公然讲 不是私下讲 就像刚刚波及说 我觉得就是公然开战的 公然就是连面子都不要给蔡壁卢了 那我不知道蔡壁卢会不会因为这样受影响 因为有时候 其实坦白说我还 某种程度来说我 是有点同情蔡壁卢 就是说因为 他算是民众党的创党的 资深元老之一 然后后来他当立法委员 要因为那个论文案 柯文哲一声令下他马上把立委辞掉 辞掉之后他到台中自己去开疆病毒 然后自己找到一个台中市政府的位置 都靠自己打拼 那当然他会不会产生怨对 会啊他可能也会觉得说 在选举过程当中 民众党党中央不够支持他 可是当民众党有难的时候 他还是照样去民众党的场子 去帮民众党讲话 然后因为有一些民众党里面 内部的干部攻击蔡壁卢 说你已经是台中市政府的顾问了 你为什么可以在台上参与党务的行动 所以后来蔡壁卢有一些场合 他是不上台的 他是站在台下 因为他觉得站到台上 会被自己人讲话 但是他还是去 就是明知被人讨论他还是去 所以有时候某种程度来说 我是还蛮同行他 然后他现在在台中市议会 还被民进党的议员找麻烦 民进党的议员说 为什么蔡壁卢都不用来备训 我也是觉得这个民进党议员蛮奇怪 因为像以前我也做过议员嘛 新北市议员 根本是那顾问一大堆啊 哪个顾问是要来备训的 不用啊 通常都是机关首长备训 故意找麻烦 所以我有时候是蛮同行蔡壁卢 那这是他们的家务事 只是看得出来他们真是吵得很凶 那另外这个案情的部分 因为举止说 这个周刊报导说 举止已经被转被告了嘛 那接下来就会有 有两个效应 第一个效应就代表说 他不只是证人 他可能有参与这个金流的部分 那如果他有参与金流部分 但是他一直滞留在日本不回来的话 那这个就会成为 柯文哲被延压的一个理由之一嘛 因为关键被告没有到案嘛 所以柯文哲很可能被延压 第二个就是因为他被转被告之后 证人你可以不回来 但是你转被告 前方会居提你啊 居提你再不回来的话 他就会注销你的护照啊 到时候万一就是用什么司法护述啊 就叫你回来 要不然我们跟日本没有司法护述 没有司法护述 但这很难讲 因为之前有一个西班牙的诈骗犯啊 来台湾 然后后来 后来我们没有司法护述 然后也是给他要遣返 结果要把他遣到新加坡去 然后新加坡不收了 就变人球这样 就我们想要互助 但是没有那个能力做到啦 所以举止现在 我不知道为什么民众长不赶快叫他回来啦 其实他应该要看人回来 其实他看人回来 是可以帮助柯文哲这个案子赶快厘清 然后让柯文哲赶快出来啦 如果举止一直滞留海外的话 他会成为 检方一直严压柯文哲的一个理由啦 是 我看你一看 你一看